一名李信山友日前参加十人登山团 由花莲瑞穗林道起登挑战南山段路线 11月24号的时候他表示身体不舒服 足智折返 不过到现在却失联有第八天了 花莲县消防局第三大队出动了六个提示 共72个人次入山搜寻没有结果 目前已经进入人道救援的阶段 后续会以民间搜救队为主 消防警销为辅 期盼可以赶快找到李信山友 上个月23号参加十人登山团 从花莲瑞穗林道入山挑战南山段路线的李信山友 隔天在瑞穗林道31公里处 因身体不适 经领队评估后让他独自原路折返下山 不料就此失联 我们是在29号早上7点40分接获报案 接获报案之后 那我们就立即组成三艘小组 四位来入山搜救 那针对最主要的领导就是19k到28k 这段区域最有可能失踪的一个区域 我们来加强搜寻 那我们进去搜寻的时候 针对第一个最可能滑落的点 这个部分来加强搜寻 甚至于他这个所谓的资道 或者其他的这个路线 列径等等 我们来加强搜寻 持续前进了登山团领队 27号就联系不上李信山友 于是立即报警 接获报案的花莲仙消防局第三大队 也即刻入山展开搜救 由于至今都没有消息 李信家人也心急如焚 在各大登山社团发文协询 登山者的一些经验 还有他的登山习信 还有从手机地台的握手资料里面 那我们把搜救的区域 红区列在10k到32k 这就是我们整个搜寻的一个重点 那目前这位山友李先生 他是当天入山的时候 是深蓝色的上衣 还有亮紫色的背包 那他的登山露营站 是浅绿色的 这是他的特征 李信山友失联迄今第八天 花莲仙消防局截至目前为止 也出动了7个梯次 共72人次 在瑞穗零到19到31公里范围内 来搜寻 但至今仍未有斩获 因为目前已进入人道救援的阶段 下方局第三大队也调整收救方式 后续将改由民间收救队为主 紧销为辅 希望能尽快找到李信山友 平安返家 记者时遇人瑞穗采访报道 然后下方